在央视八套播出的都市励志情感剧《向风而行》 收视率成功破二 成为了央视八套播出的都市剧当中 收视率最高的剧集 除了斩获了不错的收视率之外 《向风而行》在网络上的其他各种榜单里面 表现也很不错 登上了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Top1 甩开了由刘依菲和李宪主演的《玩趣有风》的地方 《少年歌行》和《流量王鹤帝坐镇》的《浮屠园》 此外 《上星播出的《向风而行》在视频站内 数据也是非常不错的 剧中由王凯饰演的顾南亭和谭松韵饰演的程骁 也都是这些繁多榜单上有名的热门角色 但实际上 这部剧在豆瓣拿到的分数只有6.9 远算不上是一部高分剧集 6.9分差不多算是中等水平的作品 细细分析一下 这部剧确实有一些可取之处 例如剧中内容涉及到了 关于女性飞行员在这个职业所面临的职场困境 歧视女性 怕她们生孩子之类的都是机操 还涉及了不少关于飞行员行业的二次不成文要求 倒还算是在为当下的社会现状思考 不过原著小说和这部剧打 从一开始就没有打过职场剧的旗号 更多的还是瞄准在后面的情感二字 也就是恋爱 观众们总是说 希望看到一个解决女性当下困境的好的职场剧 但最后还是口是心非喜欢看俊男美女谈恋爱 所以这部剧有着这么好的成绩 主要是恋爱谈得好 也就不应该叫人很意外 那么没有好好拍好职场 又去谈了恋爱 还叫大家看得热火朝天 心服口服是为什么呢 对此有人分析说 这主要是靠人台剧 所谓的人台剧 就是说演员对这部剧的加成比较大 大家都是奔着演员去看这部剧的 如果换了演员 就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仔细想想 男女主角王凯和谭松韵 这两年在电视机前 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都特别好 王凯的知名度已经算是相当高了 显然是终生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但是谭松韵的流量 听起来好像没有王凯这么高 原来在不为人知的时候 谭松韵手上已经握有了两部收视率颇二的剧 也由此 大家说谭松韵成为了90后小花当中的隐形top 确实 这么一想 不止这两部电视剧 谭松韵之前的成绩一直都很好 哪怕播出的大多是网剧 在九十花之中 大家最常听说的就是杨子和迪丽热巴 两家粉丝常年以来撕得腥风血雨 从来不知道还有角落的异于 谭松韵一个人在默默无闻之际 悄悄地拥有了这么多成绩漂亮 口碑还好的作品 甚至于说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能够随口就提起来谭松韵好多知名的代表角色 纯儿 耿耿 原机下 纵观这些角色存在相似之处 他们天真烂漫 不安世事 也元气可爱 但是观众却又不会把他们全部混淆在一起 这正是谭松韵作为演员的水平 即便受到个人长相的限制 脸蛋圆圆地看起来比较偏向于右太 很难打开戏路 但谭松韵总有办法做到 在合适自己的基础上找到最好的角色 就好像这一次出演的陈霄 出生在1990年现年32岁 不是少女却也不是淑女玉姐 这个角色就有着很清晰的成长弧线 先前是个刺头 后面在职场上学会了很多 在爱情上主动出击 说爱就是爱 对男主角打直球 没有弯弯绕绕口是心非 确实有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样子 难怪一下子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也相当符合谭松韵目前的形象 在成长又未完全成熟 绝对的傻白甜和轻衣之间 谭松韵找到了更多的角色可能性 无论是颜值还是人气 谭松韵都不是九十花里最八尖的 但她这几年仿佛开了挂 无论演什么剧不管搭档是谁都能把剧带火 回顾一下她最近几年的剧 就会发现谭松韵有一个被忽略的隐藏特质 貌似感 什么叫貌似感 就是在常规的情境下 不随大流 不按套路出牌 会有一些跳脱的表现 比如最好的我们李 耿耿的头被学校大门卡住 于怀看到后哭笑不得 锦衣之下李的圆巾下 在陆大人面前总是毛手毛脚的 以家人知名里的李尖尖 更是脑回陆清奇 来历驾了 大张旗鼓的宣扬 完全不避着哥哥们 谭松韵自己也说过 李尖尖的脑回陆清奇 这一秒你可能觉得她会这么做 可是她却是另一种思路 而且另一种思路你还会觉得很可爱 也没毛病 包括请教我总监理 小秘书时期的宁蒙 小酸橘子和明明这对欢喜冤家 最好看的对手戏 就是剑拔弩张的护对 陆继鸣为了跟宁蒙理论 追到地铁站 宁蒙将了领导一军 您能不能别再骚扰我了 角色身上的貌势感 不是硬演出来的 而是谭松韵本人自带的特色 她在采访中就很少拘谨 也没有偶像包袱和记者聊天 就像和闺蜜说话 偶尔想不到合适的回答 也会羞涩一笑 缓解尴尬的气氛 这就是为什么谭松韵即使到了二十家 过了三十岁在演少女 大家也不会觉得违和 之前提到少女感 很多人不自觉地跟刻意半能挂钩 这是很肤浅的 也是因为人畜无害的少女感 谭松韵无论搭成熟男星 还是年下弟弟都能hold住 和小自己整整九岁的吴蕾搭 完全看不出俩人的年龄差 就像刚过成人里的校园情侣 反观一些同样三十家的女星 来演少女类型的角色 为啥会格格不入 因为性格太稳定了 预视太波澜不惊了 表达喜欢时没有羞怯 生气愤怒时 看不到情绪的爆发 谭松韵的幼态脸 曾是她的招牌特色 饱满的苹果肌 满满的胶原蛋白 看起来毫无攻击性 会给人一种亲和力 而这几年 娃娃脸加上玉姐心 让她能力开挂 跟男主平分秋色 除了职场剧 谭松韵在古装剧中 同样能带动男主 举个例子 谭松韵 杨子 迪丽热巴 都和任嘉伦搭档 演过古偶 任嘉伦本身 不是那种自带霸气的 硬朗男主长相 是偏柔和秀气的 整个人的气质 是有点温吞的 如果搭档的女主太过明艳 比如热巴和任嘉伦 合作的玉交际系列 热巴的浓岩系长相 太抢眼 任嘉伦会显得没那么吸睛 谭松韵和任嘉伦的CP 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她并没有 盖过男主的风头 反而在她的衬托下 让男主加分了 锦衣之下里的路易 应该是快刀斩乱麻的 但任嘉伦性格偏温和 其实是有点矛盾的 谭松韵分享过 自己的的职业观 我可以演一个人 就是她这个人的优点 缺点都有 她可以做错事 但她有她的原因 跟娱乐圈保持距离 让谭松韵身上 没有典型的小花做派 被粉丝宠着 被团队惯着 活在真空的玻璃罩子里 接触不到新鲜空气 听不得批评的意见 小花们越来越寡淡的演技 背后的原因是 表演跟人生一样 每一个选择都有其隐含的价码 当你选择了稳妥模式 批量输出 就相当于选择了一条 庸庸碌碌碌 还得跟同辈互相内卷 提防后浪崛起的路 美貌是会折旧的 流量是会流走的 数据是有水分的 做演员的人 如果奔着这些东西而去 是永远演不到 人心里去的 观众对他 与其说是爱 不如说是 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虽然普通 但从未放弃奋力前行 逆水行舟 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过